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今天向前看 3月18号太阳花的运动 到今天为止 学生十手立法院 首到第16天光晴 一连串的问题都冒出来了 其实我也扪心自问 向来尤其是这种学运的 又是小朋友的 说实在的 我这种挖心掏肺的个性 又冲动 一次一股脑就下去了 所以我没有到这个现场去 但是维持一个记者的 旁观的一个空间在 那这个学运 就怕有杂质 其实大家那么担心 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原因 就是说你怕有杂质 今天如果陆陆续续的杂质 都有所谓的什么公投 联盟的代表叫穷州 然后没有蔡英文的因素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那天 还看到一个记者 我是不想讲 我不想破坏这场学运 他们的一个公民代表性 跟召唤公民的一个意识出来 我还看到 那个某个社团的 社长在里面 还被误指为长老教会的人 都认识 那可是你现在走到这边 刚刚嘉勤讲说 要解散国会 我一听到我又头大了 不是 刚刚岳先生讲的不是我记得的 那你说你也同意嘛 你现在解散国会你又来了 然后那些教授老师 又在提什么 不是两岸监督条例立法 他们又直接修改两岸 人民条例 那之前学生又提 这个所谓的公民宪政会议 那我还看到PO文 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 昨天是愚人节嘛 6月1号 我真的有 打算分享了 马英九他们用一个照片 是他提供 说我请辞 我一看 看到会把它点出来 才看到会说 这是愚人节的笑话 其实搞到最后 大家就 无限上干道 就是说 那你一定要马英九下台嘛 道歉还不是一个最终 那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 在旁边插花 民进党没有插花吗 民进党一堆人在插花嘛 你自己也要选举 你们又在那边飞副条 然后又在那边 这个做送渔翁之力 你们冲也是刚才学生后面冲 所以这里面就怕有杂质 现在杂质出现了 那现在谁来解决问题 你们说这个国会 不能够长期被占领 希望大家有个退场机制 那过去野百合行动 刚刚佳青自己也是 当时二十几年 1990年的时候当事人 当时有四大诉求没有变过 而且大家是上了这个谈判桌 所谓的谈判桌是什么 国事会议 我有跑国事会议 马英九到时候 我去问他问你 他不愿意回答 叫我去找姚立明 就姚立明现在当名嘴 他现在当总统 一定是也要是 国事会议开出条件 大家有个沟通平台 上了桌 大家才能讨论 我觉得服貌是可以适用 国事会议的 马英九虽然把它圈在 所谓的基贸国事会议 但是一定也是要上了桌 才大家炒菜嘛 可是学生连名字 连内容都要求要 公民宪政会议 我跟你讲 这不是要改一个协议 这是要修宪改宪 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是因为我们两岸人民条例 是挂在宪法里面 它等于是一个空白授权 然后两岸的服貌协议 又是在这个空白授权情况之下 不经过立法院说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是委由两会 这个东西是有关系到 但是不管是经贸国事会议 或者是国事会议 但是它总不至于是一个 你们这个 整个是变成 翻过来变成是要公民宪政会议 这个跟公民宪政会议差距很远 或许其中有一个小组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谁代表公民 白狼昨天去的逻辑是 请问林非凡代表公民吗 但是现在立法院包含警察 这个接受他指挥 那白狼讲的逻辑 我们先讲逻辑 他讲的逻辑是 立法院属于全民 属于林非凡 属于陈维平 也属于白狼张安乐 同样的公民宪政 那请问谁代表公民 我最后引述姚老师 最近备受大家欢迎的一句话 而且他有去呛唐香龙 论辩谁代表公民 公民是谁 其实我们没有其他的一句 因为很有在改选 你可以说50万人代表公民 那另外一个论述就说 没有出来的那2,250万人也是公民 50万人只是一个人数 而且还各说各话 我觉得我们只能根据民调 民调现在有大多数的人 第一个八成以上的人 认为马英九说不清楚 他自认瑕疵 六成四的要退归服貌 然后包括站在成学生 公占国会跟习政委 习政委那一套已经比较远了 现在公占国会的名义 也有改变 38比48了 以前那个施启阳跟马英九 那个不是反直选吗 施祥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名义如流水 希望学生掌握 民意抓到手上是一个很极大的权力 但是这是公民权 不要忘了 国会不是你们的 国会是公民权 这个民意暂时让你们 用非常手段借助的 赞助的 但是现在学生如果搞到说 国会是我们家开的 罗伟一进去开会 他们自己还有人把手 记者也有人把手 国家是你们的 你们现在是变成你们才是执政党 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的 是可以提示诉求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声音就觉得他们纠战雀草 是啊 以前我们要禁地法院 我们有记者证 我跟你讲 我们以前有记者证 我们有被规划 什么样一个流程 可是现在这个学生 比那个还严谨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有纪律的团体 但是最后不能做到独裁 全力拿到手上 学生不能滥用 别人说你变成也是当家做主的 什么都你做主 变成独裁 这个是人民慢慢会观察 也会害怕的 可是 人性就是有这个弱点 这个公民这个词 在这个这场学运之中出现了很多次 人民这个词也出现很多次 人民这个词是说实话 我们大陆出来的人 很听到有什么反感的 人民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因为共产党就常常就说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对 然后呢 用人民 反正人民是什么呢 人民是十一个一个人呢 还是这一群人总和十一个人总和一起讲话 反正听不到 所以我代表 这是共产党的看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听到 比方说江回说 我不能够说自称代表人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学生领袖来对谈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到最后张安乐也说 我也是公民 大家都在偷换概念了 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每一个个人 但是对于说 在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是什么 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是在不同 站在不同的权力基础上要不同的解读嘛 你马英九 当然作为总统 你就要看到五十万人上街 这当然是民意啊 这当然 你说只有台湾只有这五十万人 而且剩下两千两百五十万人都反对这五十万人 首先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可能啊 对 那就假如是这样子 这五十万人也是你必须要倾听的民意嘛 对 那你张安乐今天说 我也是公民 所以有权力的人要更谦卑嘛 对 有权力要更谦卑 但同时呢 一直呼吁这些在场内的学生 你要知道 我呼应刚刚光琴讲的 民意如流水 民意支持你的 是你们能够 你们这些学生能够打破 现在的政党政治 代义政治的不足 你们提出两岸关系上 你们巨大的疑虑 你们认为你们的未来 不能够由这些人黑箱来解决 大家百分之百支持 而且基于高度的期望 希望这次运动能够撞击 能够晃船 Rock the boat 晃出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你们现在提出来的解决方案 如果跟大部分的民意是有背离的话 民意背弃这些这种这些个人的想法呢 也是很快的 抓住民意 是不同的 这个是学生说 你们既然有本事开启这么一个战场 你们就要思考下一步 可是郑老大好像正在质变质 变质 刚刚刚刚讲到杂质 或者你也提到这个变质 那就看怎么看 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学生的单纯性 那你连你刚刚都会质疑 教他们的这个念这么久 这样你就开始被质疑 所以说我是说 这个这样实在应该开发 这不只是单纯性 我刚刚的质疑真的 我从头到尾不认为我有错 就是说 当世代本身很暗形化 暗形化有人可以在纽约过好学生 我没有否定的词 我说这些质疑都反映了一些问题 那这个下面问题其实根本是 所谓刚刚讲的人民或者是公民 大家是有利益的差异的 虽然都有共同反马 你看刚刚前面提到说 有些是反马 有些不反中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让这种声音 开始直接对话 其实张安乐没有程度 我也不认为他那么欣赏马英九 他可能都欣赏马英九太软弱 他对于国会议会他有意见 他觉得姐妹怎么乱成一团 可是在这个时候是因为 就是他学生没有开放 那这个对话没有产生 那变成是他们直接 只直接对着同志的 这种代表性 我觉得他们应该重新做到 让更多的议题 特别是经济议题 应该把多数弱势者的苦境弄出来 他就会征召更多的人 他的能量就会补充 而不是光靠张安乐这个负面 这是一直打个强心针 更大的能量还是要从这个 广大的社会不公平 他才能够让马英九都走这去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越走越转 我知道 我都一直在讲这个 没办法 你的意思是 中后到尾他之所以 点满台湾社会的民虐的火 我